試駕三年終於通關 東鐵列車清晨大約6時06分抵達洛馬州站 不少人拖著行李行李 6時半準時開閘 乘客急不及待跑到櫃位 多條排隊通道排長龍 有職員維持秩序及檢查證件 國關人士要有出境預約證明 及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有人就做了免費檢測被打回頭 不能過得關 你用到免費的嗎? 是 不得過 現在行不行嗎? 不過得 收費1.4元、2.4元才行 會否說今天去做回事? 今天回去就做回事 不讓你過去點錢 你會立即去做回事嗎? 是呀 因為家人生病 這麼久了 星期日起首階段免檢疫通關 單向名額共6萬個 三角六路口岸佔5萬個名額 當中洛馬州最多有3萬5千個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到口岸試測 離開家裡到這裡 第一他們都覺得整體是愉快和暢順的 我們都希望這一個情況 在我們通關裡達到我們的要求 如果預約的情況計算 最受歡迎的就是年29 第二是年28 第三是年30萬 但在我們目前看 到今早凌晨來看 預約的人數其實都未滿額的 即就算是中延年29 我們所安排的5萬個人數 還有大約有1,000個位還可以預約的 李家超說未知何時會撤銷配額限制 但今日一定會出現 現在會視乎實際運作進度加大人數安排 有內地傳媒說 深港兩地會不遲於1月15日分析首階段通關情況 再研究下階段安排 港鐵說 早上整體運作暢順 東鐵往來落馬州站 增加至平均4至8分鐘一班 相信能應付客運量 港鐵強調 會密切留意客量情況 有需要會調節班次 同日中港直通巴也恢復服務 幾十個市民早上9點帶同行李 去到太子跨境巴士站乘車去深圳灣 有職員在場登記和話位 也有市民即場買票 有職員提醒市民 帶同48小時自本核酸證明文件 以免無法過關 根據香港入境處臨時數字 截至星期日下午4點 出入境人數超過7萬人 陸路口岸包括港珠澳大橋有超過36,000人 出境佔多數超過28,000人 而入境只有7,000多人 東網記者 李成德報導